第二回 禅堂回忆 遇到小沙米的时候 外珍心底深处的一抹柔情 恍然又被唤醒 记得第一次看到她 外珍的眼前忽然一亮 好阳光的男孩子 即使现在过去一年多了 她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 小沙米当时的鸭子 刚吹过的新潮的头发 淡紫色条纹衬衣 配一条白色的修行裤 手捧一束蓝色的玫瑰花 满脸真诚地微笑 凉脸练紧紧的 像忽然从喧嚣的闹市 吹来一阵凉爽的风 当时小沙米来诊所 是向她来请教 几个心理学问题的 她说 曾经拜读过 无爱珍写的一本 关于心理诊疗的书 小沙米有一位朋友 患有忧郁症 她来为她的朋友咨询 临走的时候 小沙米把玫瑰花 举到无爱珍的面前 说 不知道蓝色玫瑰代表什么 但是她觉得非常美丽 就买了送给她 表示真诚与仰慕 无爱珍笑着接纳了 那次 他们聊得非常投机 后来的很多话题 谈到了佛教信价 因为当时他们俩都在学习佛法 他又回忆起了他们当时的谈话情景和内容 记得当时 无爱珍问小沙米 是否已经接受三规五戒 小沙米淡淡地笑着说 我只是自己看佛经 常持大悲咒 我觉得归一只是一个形式 并不重要 而受戒后 如果不能持 破戒还不如不受 无爱珍严肃地说 归一怎么不重要呢 虽佛法 以获得佛的智慧 为究竟解脱 但是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 未得智慧 上师与佛法僧三宝 便是我们身心的一指处 如婴儿一母 况且佛法靠三宝注释 流传弘扬 是学法的源头 我们恭敬三宝 如饮水思源 否则岂不是忘恩 虽然佛陀灭度了 只有佛像 僧也不是正法实施的圣僧 但是我觉得修正佛法之人 要在佛像前如见佛 在出家人面前如见阿罗汉 要用如是观止心 来医治三宝 供养三宝 这样不仅可依此作为修正法门 破自己的分别执着 还可以获取更大的功德 作为我们修道正道的资粮 还有 受三规五戒 可以得传承上的戒体 因所传戒的僧人 都是一代一代 从佛智戒受戒时传下来 一脉相承 即使受戒不如法 不能得清净戒体 也可得一个与外道众生不同的 佛法传承 众出轮回之音 外甄说自己受了三规五戒和八观斋戒 师父讲 如果因红尘种种姻缘染拙 或不能持 也可舍弃为之 以后忏悔后 仍可得戒 既受了戒 又不能持 再去舍 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如不受 免得麻烦 小沙米皱着眉 轻飘飘地说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最起码 让人常生起 惭愧自心 提醒自己 所作是佛说 不可为之事 让自己忏悔时 也有个一之处 否则 天长日久 自己便会麻木在 日益的放纵堕落中 从不知忏悔 到连羞耻惭愧之心 也丢弃 以不知不觉 失去了 人的品质和道德 我爱真记得 当时自己说话 可能太认真 太严肃 小沙米文言 有点脸红了 他不自然地笑了 却又说 佛教为何要戒酒呢 我因为工作的原因 要常常陪客户喝酒 那条酒戒 就很难吃 你看 道教就不戒酒 那些德道高人身上 常常挂着酒葫芦 我现在呀 是有酒时学到 无酒时学佛 我爱真说 佛教是以戒得定得慧的 对定力不足的人来说 酒会令其昏醉沉迷 失去清醒的绝招力 从而失去定慧 其他宗教 因为法门的不同 比如 偏中气脉修正的 有时还通过酒 疏通经落气脉 当要用 也未尝不可 但修正佛法之人 不可不懂此中道理 如果你确实不能长期持戒 也可受八观斋戒 八观斋戒 每个月 只在阴历的初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三 以及月底的最后两日 这六天中受持 称六斋日 在这六天吃斋念佛 思维佛说的四圣地 三十七菩提道品等 佛经说 受持八观斋戒 可关闭生死之门 是诸佛之母 即使六天也不能完成 那持一天一夜的功德 也非常大 佛在经中说 弥勒出世时 百年受戒 不如我事 一日一夜 持八观斋戒 虽佛已灭度 但我们还算是幸运的 毕竟还能听闻到佛法 故信佛说之人 怎会放弃这简单一行 而有功德无量之受持呢 相信你既学佛 又是如此聪明之人 马上会决定信奉受刑的 外珍说完这些话 两个人都笑起来 气氛活跃了很多 小沙米说 他要回去再翻看一下 关于纪律方面的书 那次谈话后 过了几天 小沙米急打电话约他 让他陪同在星期日 来师傅这儿 受了三归一 和八观斋戒 而且 因为这个姻缘 和共同的爱好 使他们之间的沟通 越来越频繁 最终发展成 现在的恋人关系 想到这儿 外珍在坐垫上 默默地笑了 觉得有一丝淡淡的柔情 在心底荡漾开来 是 摔一下 控制